大量的研究发现 肠道益生菌对于肠道粘膜的完整性 及其屏障功能的实现 可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益生菌 肠粘膜免疫的未识 很多人都知道 皮肤是我们人体的外表面 皮肤如果破损 则有可能引发感染 感染较重 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 除了外表面 人体其实还有很多的内表面 比如呼吸到上皮 消化到上皮 生殖到上皮等等 其中 肠道上皮的完整性 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来说 至关重要 因为它是肠道屏障的 重要的一部分 大量的研究发现 肠道益生菌 对于肠道粘膜的完整性 及其屏障功能的实现 可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 益生菌通过降低 肠道粘膜的通透性 修复物理屏障 益生菌能够维持 或者增强细胞骨架蛋白 和紧密连接蛋白的磷酸化 增强了肠粘膜上皮细胞间的 紧密的这种连接 降低了肠道粘膜的通透性 从而阻止了大肠杆菌 对我们肠粘膜上皮细胞的这种清洗 第二 益生菌能够强化和加固肠粘膜屏障 益生菌可以刺激尝到上皮细胞 表达粘蛋白 促进粘液的分泌 形成粘膜和微生物之间的保护层 强化和加固肠粘膜的屏障功能 通过分泌细胞素和上调防御素 能够有效的抑制致病菌的生长 鱼呢 致病菌竞争肠道粘胞层内 和上皮细胞上的物理生长空间 营养物质 以及竞争细胞表面受体 能够抑制致病菌的粘腹和定质 另外呢 益生菌能够维持肠道菌群的动态平衡 竞争抑制致病菌 产生了抗菌化合物 增强肠道防御 以及免疫调节功能 还可以呢 通过分泌抗菌物质 比如醋酸或者乳酸 抑制了病原菌的生长 还有繁殖 第三 益生菌可以激发免疫保护机制 益生菌能够促进肌体免疫系统的发育和成熟 增强体验免疫和细胞免疫 提高呢 巨石细胞的吞噬活性 以及补体的功能 益生菌还能够在我们常联合表面 与免疫细胞相互作用 调节其免疫活性和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 有关的研究发现呢 在摄入还有氏酸乳感菌 双膝感菌的益生菌治疾之后呢 能够改善我们机体的免疫机能 第四 益生菌还可以抑制长粘膜上皮细胞的凋亡 正常长粘膜上皮细胞的凋亡与增殖保持着一个动态的平衡 当炎症反应发生的时候呢 会导致细胞凋亡的增加 从而导致呢 肠粘膜屏障的损伤 而益生菌呢 能够提高上皮细胞在炎症环境中的生存率 抑制呢 肠粘膜上皮细胞的凋亡 并维持细胞的稳态 一句话 要想保持肠道粘膜的完整性 及其屏障功能呢 益生菌必不可少 决定益